穿着黑上眼男子就是魔法衣橱的夜线负责人 深夜时间拿着推车走在东旭的巷弄街 上面放着一大包粉红色带装物品 期限附近店家还以为他在捕货 没有想到这是他近期最后一次出现在自家店的附近 被发现疑似是刺激晴空店内 台湾市政府除了在店门口张天公告要求负责人出来面对之外 也持续了电话联系 不过到期限为止负责人完全都没有现身 因此不排除将会依销保法的第57条来进行开发 大门声索负责人连电话都不接 台北市政府接获多名消费者申诉 因此要求他说明 找不到人只好在店门口贴公文 但魔法衣橱倒闭似乎早有计划 原本12号晚上还有直播 但在店内直播结束后马上搬光光 被会员指控涉嫌诈期 因为查出他早已向房东说要退租 也曾透露经营不善的情形 甚至返常的频繁直播要除职 夜线负责人在最后期限都没有现身回应 确定会遭市府开发 有没有构成诈期 其实要看他那个时候的财务状况 也就是他那个时候 当我们消费者去除职的时候 这个店家他的财务 是不是已经到了倒闭 根本没有办法营业 如果查得出来是这样 诈期是有机会成立 魔法因素倒闭 全台都有会员受害 超过300人组成资救会要逃公道 目前大案分局已经受理12人报案 朝诈期案侦办 只是检警介入侦办 是否也要求夜线负责人出面 却都还没掌握到人的下落 慕免让受害的顾客担心 负责人落跑钱拿不回 提告也没用 TVB新闻成人叶军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